让台欧巨大获成功的原因,除了让人欲罢不能的男主角们,女主角的精彩演绎同样功不可没。 美丽却像的大S,清纯俏丽的陈乔恩,甜美活泼的林依晨都出演过精彩艳艳的女主角。 十几年过去,台欧女主演们如今何在呢?这些年来她们依然美丽动人吗? 这里是夏坦与子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年带给我们甜蜜恋爱的台欧女神吧。 陈乔恩是偶像剧女王,22岁的她参演了第一部作品《薰衣草》踏入演艺圈,之后几年她被亲戚公司雪藏,只能在综艺里调皮搞怪不断刷存在感。 直到2005年,陈乔恩搭档名道出演了《王子编青蛙》,打破了《流星花园》维持了四年的收视率。 从那时候开始,陈乔恩就自带了《望夫体质》,命中注定不爱你,取得了台湾偶像剧的最好成绩并保持至今。 但今天也因此一炮而红,陈乔恩的偶像剧《女王地位》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她影迹过关,自身甜美俏皮的气质又能给虚幻的台偶带来真实的感觉。 2010年开始,陈乔恩将事业转变内地,先是搭档邱泽和冯少峰出演了《假戏如梦》,后来系列出演《春光灿烂》《猪小妹》《圣女的代驾》《王的女人》等剧,为自己在内地赢得了曝光度。 直到2010年,陈乔恩凭借于正版校江户的《东方不败》火了。 陈乔恩脱下偶像剧《女王的帽子》,成为了最风情万种的《东方不败》,她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 之后,她是锦绣园中正义勇敢的容锦绣,鬼吹灯之晋绝古城豪爽大方的墨金校尉,以及《独孤皇后》中果敢坚强的独孤家罗。 工作中,陈乔恩是演技不俗的实力派女演员,而私下的陈乔恩像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 2019年,陈乔恩在女儿们的恋爱中与艾伦牵手,如今42岁的她遵用爱情与事业,成为了人人羡慕的不老女神。 林依晨绝对是台湖女主角的两座大山之一,她自己的人生也像是一部逆袭的偶像剧。 林依晨5岁时,爸妈就离婚了,而直到高二,林依晨才知道妈妈为了养家已经负债500万的真相。 她从此开始和妈妈一起承担起家庭,刚上到二的林依晨就接了第一部戏18岁的约定。 为了挣钱,那时候的林依晨可谓是拼命三娘,白天上课,晚上马不停蹄地跑去拍夜戏。 2004年,林依晨一口气拍了三部戏,凭借飞跃青海李精彩的表演,她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还有《爱情合约》以及由她演唱的主题曲《孤单北半球》都风靡一时。 2005年,毕业后的她开始全力工作演戏, 恶作剧《之吻》就是在这时横空出世,林依晨因为傻乎的乡情一举爆红。 次年,她转战内地,由她和胡歌主演的《天外飞仙》和《水调英雄传》一经播出,就引起了轰动。 林依晨饰演的小气和翘红荣,成了无数观众的童年女神。 但六年是三部相继的工作量,让她换上了脑瘤。 并且在养金蓄锐之后,凭借我可能不会爱你完成了《沙白甜到月节》的转变。 不过这并没有击败林依晨,她放下工作养病。 此时林依晨选择了出国深造,并且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近几年林依晨的作品不多,带来灵王、老男孩、小女花步器三部作品。 无论是善良聪慧的杨学武,还是可爱灵动的花步器,演技、口碑俱佳。 林依晨一直以来没有放弃,不断成长,最终迎娶了最完美的结局。 杨承林曾经也是偶相聚女主专业户。 她16岁出演了《流星花园》中的小幽异角。 而这部剧的大爆,不仅让F4和大S一炮而红。 连女配角杨承林也让人留下印象。 后来她参加选秀比赛,与另外三个女生成立组合佛云乐,以此正式出道。 她综艺、专辑、偶像剧三手抓,不仅做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主持人, 还录制了第一张专辑《爱美》,甚至担任了《恶魔在身边》的女主角。 恶魔在身边一跃成为当年的收视亚军。 杨承林成为千万女孩模仿的可爱教主。 在如此红火的势头下,杨承林乘乘追悉,出演《不良笑话》中特立独行的蒋小花, 《海派甜心》中把戏侧楼的陈宝珠, 还有最后《决定爱上你》中平凡温暖的林小如。 来到《内地》后,她在《新聊战事役》中出演美丽购人的阿宝。 虽然她一直在寻找转型之路,但她在《内地》电视剧方面并没有好的发展。 直到2016年,杨承林遇见了图迷。 她是演女主郑如威,女性主题剧比起台偶更有深度。 这部剧在多半评分高达8.6。 而杨承林的表演质感满满,她再度入围金钟奖最下女主角。 今年浪杰二成团业,杨承林以第四名成团。 杨承林作为踢馆的姐姐,完全适用实力和能力说话。 她还展现了她的实行力和领导力,被人称为宝藏姐姐。 现在我们提到杨承林,除了逆龄、童颜的标签,剩下就是非常爱她的李荣浩。 如今的杨承林事业红火,爱情也圆满。 流星花园代表的是一代人的新春。 作为台偶剧女主开山鼻祖的大S,在台偶历史上的影响力不必言说。 野蛮生长又不须不饶的山菜不仅让道明寺倍感兴起, 也让所有观众都喜欢上了青春美丽的大S。 大S的个性与经历与山菜有一些相似之处,山菜就像勇敢,像杂草一样顽强生长。 大S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就是过关斩将。 流星花园让大S的演员之路无比顺畅,后来的战神,转角遇到爱都是经典。 但即使是红了以后,大S依旧很拼。 为了演好电影保时通话,她把自己关在密闭空间内,培养被困的情绪。 拍百万区饿时,刁维亚掉到右手手腕神经麻木。 除了演戏亲野,大S对自己的美貌也极其严苛。 她在美白这件事上下了很多功夫,还放下狠话,要白得像一张白纸,甚至对于自己的头发也有一套独家养护秘方。 后来,大S和汪小飞在认识40天后闪婚领证,姐弟恋,闪婚,豪门,这样的婚姻在刚开始不被所有人看好。 但随着时间过去,汪小飞的真挚深情也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而最近两人的离婚八卦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还只是停留在隔空喊话的阶段上。 鲁金的大S,风云依旧美丽动人,自律如她,无论如何她都能活出精彩的人生。 安以轩也是台欧戏的标感性人物,早年与郭品超搭档的偶像剧《斗鱼》,引起观众注意。 安以轩饰演富家小姐佩语燕,爱上了社会青年余浩,约恋情深,却不得善终,堪称最牛的台欧。 天积优雅的安以轩走入了所有人视野。 后来安以轩搭档吴建豪出演的《下一站幸福》,更是成为台欧历史的收拾亚军。 唯美的画面和虐性的故事让人久久难忘。 而进居内地后,安以轩的成绩更加不俗。 《仙剑奇侠传》是许多观众心中的时代经典,从刚开始交纵刁难, 最后为爱牺牲的林月如直到现在都让我们念念不忘。 云娘,《倚天吐龙记》中遭受苦难的云二和天真率直的赵敏,形成鲜明对比, 却丝毫不令人出戏。 三十一岁的她主演《古今大战》金永晴, 依次饰演了天真无邪的汉冬儿, 善良机灵的朱莉莉,爱情又痴情的徐小静。 三十八岁的安以轩主演《独孤天下》, 饰演心狠手辣的独孤般若。 无论是哪个角色, 安以轩都演绎得炉火成青, 美得各不相同。 现在的安以轩更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拥抱着属于最绝的小幸福。 张绍涵称得上《落难公主逆袭记》。 2002年, 她在《永不言气》里饰演女主角而正式出道。 幸运的是, 四年播出的《海童玩恋人大火》, 这部剧中她扮演了追求梦想的歌手, 也许有了很多机会让她展示自己的歌唱实力。 张绍涵空灵且神秘的嗓音瞬间在歌坛杀出一片天, 仪式的美好, 欧若拉, 快乐崇拜不断大火, 其中隐形的翅膀更是拿下多项大奖。 而她的演艺事业与歌唱事业齐头并进。 张绍涵在《沙士区》中一人分尸两角, 时而天真, 时而阴冷, 在一种玛丽素女主中极其特别。 《公主小妹子》当年奉命全国, 凭借这部剧, 张绍涵一举提名金钟奖最下女主角。 但就在张绍涵事业巅峰的时候, 她的亲生母亲为了谋财, 恶意控诉她弃养, 酗酒, 同性恋。 这一系列假料向她突入了人生低谷。 直到2018年, 张绍涵参加歌手, 以一首阿雕经验全场, 成功泛红。 张绍涵的人生是一次次走到谷底, 又一次次反击的传奇。 称儿幽泽眼的代表是王心灵。 王心灵长得娇小可爱, 一双大眼睛无比呆萌。 当年凭着可爱甜美的曲风, 成功俘虏观众的心。 刚出道便有甜心教主之称, 爱你, 第一次爱的人, 血毛弯弯都是十分经典的曲目。 在音乐方面走红后, 她也开启了偶像剧之路。 天国的夏衣, 微小Pasta两部剧风靡一时, 后来出演的桃花小妹 以及爱上茶梅乐热度烧低。 无论是天真单纯的谈爱情, 还是傻里傻气的程小师, 都是可爱呆萌的样子。 形象限制, 成了她在电视剧方面发展的一大难题, 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产生有不少恶评, 但观众对王欣灵依旧有着童年历镜, 她甜为可然的形象十分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少女组和Sweetie 曾经在台欧剧上散发光芒, 他们是曾之桥和刘品妍。 曾之桥十分幸运, 刚出道就主演了《紫星之巅》, 还搭档了当时大红的 名道主演《爱情魔法师》。 虽然这部剧因为非主流的造型 受到了大量吐槽, 但收视率还不错, 她也是坚持低调演戏的代表。 后来再悠闲一年幽梦, 恶女阿楚, 爱上巧克力里不断进步, 打破固有形象。 后菜鸟的灿烂时代里 更让人看到了她的成长和进步。 现在曾之桥比起之前退去了智润, 变得更加成熟内敛, 在感情上也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 她与相恋十年的陈一如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十分幸福。 刘品妍十五岁出演《绿光森林》 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她, 后来又凭借《含鲍玉坠》的每一天 得得心中奖的最佳女配。 而她在内地出演的第一部剧 就是《仙剑戚侠传》。 刘品妍本色出演 活泼天真调皮的阿奴。 看过《仙剑》的人 大概都会对阿奴和唐玉小宝 这对活宝感到一难平。 近年来, 刘品妍常常被爆身材走样, 后来有人呈精神身体爆样, 药物中的激素成分 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发泡。 虽然不能再看到 以前充满灵气的她, 但仍希望她在生活中幸福健康。 《仙剑草》是很多人的台欧启蒙。 陈一荣和许少祥的 细腻表演打动人心, 主题曲《花香》更致敬久不衰。 她以亲密的形象 成为许多人的童年女神。 后来她和何仁东 合作了《雪地里的星星》, 被誉为中国版《蓝色生死恋》。 陈一荣进军内地后, 四大名部德乡俊 和天下第一底 清新俏皮的形象 也深受观众喜欢, 但始终无法打响知名度。 直到重回台湾, 一部宝岛少女成功记 东山再起, 接着又主演了光阴的故事, 是豆瓣评分9.2的良心剧。 后来她转型想做导演或者编剧, 编赴英国留学。 2012年, 她的编剧作品《狗狗蝉》 获得了中国台湾优良剧本奖。 之后的陈一荣 就慢慢沉寂回归家庭, 她和一生老公在泰国结婚。 最近的她会在微博 分享日常生活, 十分怡然自得。 璀璨辉煌的台湾偶像剧 过完了十年, 也从甜美可爱的少女 进入了中年转型的尴尬期。 我们目睹了这些人 从偶像剧的巅峰一路走来, 也看着她们被浓墨重彩地 镌刻在一代人的新春里。 现在的她们 走向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或家庭, 真正地享受起了自由和生活。 虾米家们, 哪位台湾女主是你的最爱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将怎么给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记得看完片尾再走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